这不是爆料,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11月23日,天王刘德华的父亲去世了 一手消息是由华仔天帝曝光的 华仔天帝是刘德华的官方后援会 目前,这个网络页面已经全部变成了黑白配色 以示哀念,告知外界的复告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父亲于20号在家人的陪伴中安详离世了 感恩,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 但也能窥见其家人的悲痛 20号发生的事,23号才向外告知 也就是说,整整三天的时间 他们才勉强从悲痛中走出来,发布了复告 据悉,刘父全名叫刘李 1934年生人,终年89岁 其祖籍是广东江门 后因种种原因定居在了香港讨生活 刘李与妻子抗力情深 一生共生育了四女二子 刘德华排行老四 刘家并非富贵之家 家中人口众多 有时候甚至连吃饭都有问题 为了养育子女 刘李换过不少工作 年轻纳会 她身体好 力气足 在香港的启德机场 找了一份消防员的工作 后来人到中年 身体不比遗忘 在架上做消防员赚的钱 已经养活不了家里越来越多的孩子了 刘李便自己创业 当老板 开了一家叫做得胜是多的小吃杂货铺 铺子虽小 但却忙碌得很 清晨要早早地起来做早餐 早高峰过去后 又马不停蹄地做糕点 以供应中午的买卖 刘德华在五岁之前 和爷爷住在香港的乡下 六岁多 他被父亲带回了城市 所以关于父亲的记忆 他从一开始 就是那家小小的小吃杂货铺 尽管年纪小 但要忙的事情可不少 他要在门前的小黑板上 写下当日的新鲜菜品 还要在每日收工后 清洗堆在后厨的几百只碗 对于年幼时那段繁忙且沉重的工作 刘德华从不觉得苦 甚至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中 他更体会到了父亲养家的不易 在功成名就之后 他并没有将父母扔给护工保姆 他买房会买下两间相邻的房子 并将中间打通 以更好的照顾父母 2003年 刘里患上了膀胱癌 而后 他在香港的医院 做了膀胱瘤割出手术 20年前 在香港抢救回一个癌症病人 不仅需要巨大的花销和人满 还需要无数精心的照顾和陪伴 彼时 刘德华人到中年 工作也相当忙碌 所以 华仔的付出 可见一斑 几十年来 这种事很多 刘德华完全可以宣扬出去 将自己孝顺的人设立于外景 但事实上 为人子女 他真真正正做到了 至真至善 至纯至性 刘天王叱诈娱乐圈许久 但他在父母面前 永远都是个小孩子 他可以在生日会上表演魔术 彩衣于亲 也可花甲之年 仍然可以靠在父亲肩膀上 幸福微笑 2021年 刘德华带父亲去了工作场所 留下了二人公开的最后一张合照 在时 刘父的身体还非常硬朗 华仔还为他整理了衣服 尽管外界镜头无数 他们依然普质的像世间大多数父子那样 刘德华的经理人曾直言 华仔称 子女名气再大 也不要忘记在父母面前 你永远只是一个普通人 而与此同时 刘德华的女儿刘相慧也传来了消息 就在不久之前 刘德华首个艺术展在香港举行 采访中 一向低调的刘德华表示 此次展出的画作里 有不少是女儿刘相慧的作品 在提及女儿时 刘德华的语气里 满满都是骄傲 画的好的都是他的 他是艺术家 我是艺人 他不仅有画画天赋 还有唱歌天赋 唱得比我好 言辞之间 满满都是老父亲的宠溺 看到刘相慧仅仅11岁就如此优秀 网友们有的祝福 有的羡慕 但也有人觉得 刘相慧是闲着金钥匙出生的 父母能提供给他的资源 本就是常人不能及的 能这么优秀也是正常 的确 刘相慧就是传说中 出生在罗马的小孩 父亲刘德华是一代天王 母亲朱丽倩 则是马来西亚冰城首富的女儿 当年朱丽倩还在怀孕的时候 刘德华就准备了最好的医疗设备 随时待命 女儿出生后 刘德华更是在女儿身上批命的砸钱 有网友列过一次粗略的清单 概述了刘德华抚养女儿账单 女儿刘相慧出生第一年 刘德华就花光了五个亿 两亿买私人飞机 只为带女儿避开人群出游 不被狗仔记上街牌 两亿买豪宅 同样不希望他和爱妻朱丽倩 女儿刘相慧的生活被外界打扰 在装修好的豪宅内 光空气净化器就匹配了14个 保姆有三个 保镖有10人 但是如果你以为刘德华只是会撒钱 那就大错特错了 比物质上的抚养更重要的 是刘德华对女儿教育的用心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对于这一点 刘德华可以说做到了极致 虽然家里有保姆 但是女儿出生的前三个月 刘德华一直不离身 亲自给女儿换尿片 喂奶洗澡 他说每当给女儿洗澡时 女儿都会对着我笑 那朦朦的笑脸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我觉得自己所有的苦和泪都值得 这期间 刘德华还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让女儿写汉字 结果孩子写的一般 他也说了几句 后来女儿在写字方面有了挫败感之后 就不太愿意主动去写了 甚至有的时候 还会不理爸爸 看到没 即便是娱乐圈天王巨星刘德华家的女儿流向会 也会更爱从父母那里听到更多的表扬 而不是批评刘德华算是老来的女 自从把她的小迷妹粉丝 曾经的马来西亚首富的女儿朱丽倩娶回家之后 起初刘德华对外并没有公开 但是在刘德华的粉丝群内部 这早就不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早在2015年 划在天地的粉丝 每年和刘德华雷打不动的私人聚会上 刘德华就带着老婆朱丽倩 抱着女儿流向会 公开向粉丝们介绍这两个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那一次 粉丝们默契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拍照片 大家都知道 这是他们和偶像刘德华之间的心照不宣 真正的粉丝 比偶像本人还懂得保护他们的隐私 像家人一般紧紧守护着秘密 刘德华到底是有多宠女儿呢 除了我们在文章开头说到的 她疯狂给女儿买礼物 添置房产 汽车 保镖和保姆等外部配置 她自己也是特意在事业最忙的时候 停下脚步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和朱丽倩 刘相会的这个小家庭 像给女儿喂奶 换尿布 洗澡等工作 刘德华都是无惧系的去做 有时半夜刘相会一哭闹 心疼女儿的刘德华便会立马起身 安抚起女儿来 就连女儿刘相会身上穿的衣服 刘德华也要亲自把关 去法国挑选 爱女心切的她 还在家抓派了不少刘相会的蒙太瞬间 并打印下来 张贴在家里的各个角落 甚至有些还设置成了手机屏保和桌面 方便自己随时观看 可以说把疼爱女儿完全刻进了骨子里 2015年 三岁的刘相会就读幼儿园 刘德华就充当好超级奶爸 早早地起来烹制早饭 同时又担当车夫 每天风雨无阻 亲自接送女儿刘相会上下学 有时候 刘德华在片场拍戏的时候 都会不由自主地担心女儿刘相会在幼儿园里过得怎么样 从而影响了自己拍戏时的状态 有不少刘德华的合作伙伴都调侃他成了袋鼠爸爸 仿佛只有整天带着女儿才能安心工作 尽管家里有三个保姆 可以同时帮到他和老婆 可刘德华超级享受这种亲自时光 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2017年那一年 刘德华遭遇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危机 他在外地拍摄广告宣传片时意外坠马 以往刘德华在拍影视剧的片场也曾受过伤 但都没有这次来的危险 他脖子不能动 整个人躺在担架上 被抬出了拍摄场地 一度外界还传他生死未博 老婆朱丽倩带着五岁的女儿刘相会 第一时间赶到刘德华身边陪在病榻上 帮助刘德华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时间仿佛突然停止了 刘德华被迫中断了他后续繁忙的工作 可生活给了他新的惊喜 因为他突然可以有大段时间 完完全全的属于他和朱丽倩 刘相会的这个小家了 在养伤期间 刘德华抓紧时间锻炼身体 又是附件又是举哑铃 外界以为他这个娱乐圈劳模 是想急着付出赚钱 岂不知 刘德华彼时最想做的是高举女儿 他怕自己康复的不好 身体恢复的太慢 会影响以后和女儿的亲子互动时间 我女儿快五岁了 我不想抱不动他 所以我们后来才看到了 几乎是唯一一张 刘德华和女儿刘相会的正脸照 照片中 父女俩一起对着镜头 坐着鬼脸 完全没有明星和偶像包袱 女儿刘相会的乖巧 让父亲刘德华的心都被融化了 那是一段快乐的亲子时光 每天早上五点钟 刘德华就起床 给老婆和女儿做早餐 就像是弥补以往因为娱乐圈明星工作繁忙 而给老公和父亲角色造成的缺尾 差不多七点出门 送女儿上学 据说就连刘德华的好朋友 影帝周润发也曾笑话刘德华这个好兄弟 在婚后 沦为了女儿奴 踢到女儿 心底全是柔软 如今的刘相会早已懂事 每每听母亲和她讲起曾经和父亲的恋爱故事 刘相会都会由衷地感叹母亲的无私 心疼她位外隐藏了整整23年 也感谢母亲几十年来的坚守 才换来了如今幸福和谐的小家 对于父亲刘德华 刘相会饱含着诸多感恩 如今她所能享受到的生活 正是父亲刘德华几十年来的敬业所积攒下来的 至于父亲23年来 选择不公开母亲朱丽倩 刘相会也相信父亲有她的难言之隐 毕竟作为一代偶像 父亲需要为了粉丝着想 如今的她只希望 母亲和父亲能够白头偕老 一家人一起守护好这个小家 弥补曾经缺失的时光